我们如果准备到1800床 台北市依据5月12号病床会满掉 先市井台北的病床很快就不够 1776床只剩698张是空的 市长康文哲要应付5月16号后的洪峰 这哪够 500床以上医院床数要增加到 防疫专者病房要增加到30% 这个在台湾的公会史上 还没有发生这种事 我是实际在医院工作的人 这个要执行没有想象那么容易 就算SARS期间也没有到这程度 但守住医院是柯文哲的防线 避免溃堤 除了快篩阳性在急诊外处理 医院加床从20%提升到30% 需要氧气才住院 还有防疫专责旅馆也要有效运用 现在开始一旦确诊住家里 你怕说会传染到别人 那你的同住亲友 从同住家人去其他亲友家里进去 让医护千万得撑住 最坏的时候还没到 北台湾成疫情重灾区 新北市长侯友宜再向中央喊话 应该要把快篩阳适逢确诊 这个12号才启动 时间是晚了点 只是北北基社区裁检阳性率高的吓人 新北五号来到六成九 台北六号突破九成 基隆更高达九成五 在呼吁快篩阳性再来PCR之下 加上未来势必出现黑数 专家认为数字只能反映快篩准确度 建议做未快篩民众的PCR阳性率 没有经过快篩的那一群人 所反映的阳性率呢 才可以当住我们社区疫情的一个温度计 我们才会知道这个社区里面 疫情的上上下下 进入疫情最黑暗的时刻 挑战的不只是医疗量能的准备 更考验首长们危机应变的能力 TVBS新闻程序 李平一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